其实大家对于熔乳的想法 是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不是只要胸部大就好 大家追求的是更精细 就是我除了大以外 我要胸型好看 要生活品质好 可以不用一直去按摩它 手术伤口要小 要隐藏的好 手术过程呢 我们也现在都是利用内饰性 做一个精准剥离 大幅的降低了感染 出血等等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减少 之后的夹膜出现的问题也会减少 所以以现今的熔乳技术来说 跟过去比起来是大幅的提升 修正美型我最近大家好 我是精华美衣阵影医师 那现在的人啊 因为常常会觉得胸型不够丰满 会穿一些像newbra水饺垫等等 的东西来营造好看的胸型 那对于美胸这个概念 其实从西元前三千年就已经有 当时的人们就已经会用 类似胸垫的概念 去让胸部的丰满度增加 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外用的 真的开始有就是植入胸部里面 直接让它放大这个效果的概念 大概从19世纪初期会开始渐渐有 郑医师在自己的IG还有FB也有很多 关于医美疗程的一些迷思 和一些介绍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哦 那刚刚提到这种将植入放入胸部里的概念 其实就是一种熔乳手术 那这个概念呢 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呢 就会开始陆续出现 那过去的人其实用了很多东西 什么蜜蜡 石蜡 海绵等等的 各种东西都曾经被尝试注入到胸部里面 那所以非常难想象 当时的女性经历过什么事情 那在1985年呢 有一个德国医师呢 他曾经尝试将臀部的脂肪瘤移植到我们的胸部 尝试让胸部变大 那后续也有其他的医师 发表了多篇关于脂肪移植在胸部的一些文献 可能是当时的抽脂补脂的技术 没有像现在这么纯熟 所以并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 那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啊 人们发现一些不同的材质 像是矽胶 它本身被广泛用在医疗的一些其他部分上 那就会有医师想说 诶 我可以将这种液态矽胶注入到胸部里面 来达到胸部变大的效果 可是这个液态矽胶注入到胸部里面 初期呢 会有放大的效果 效果不错 可是长期液态矽胶其实会到处流窜 甚至引起一些硬块发炎反应 甚至有女性造成必须做一些轻创 甚至胸部切除的一些问题 算是相当惨烈的一个经验 那因为液态矽胶会有到处流窜等等问题 所以就有人开始想说 那我拿一个膜把这个矽胶包起来 再放进人体里会不会比较好 所以后来1962年就发明了 第一代的一个矽胶夹体 可是这个矽胶夹体的膜 相当的硬又没有弹性 放入身体里比较不柔软又不自然 所以在1972年又发展出了比较柔软的膜的一个矽胶夹体 但是这个膜比较柔软却也容易破裂 所以破裂后就会产生同样液态矽胶 注入身体里的一些副作用 那因为上述这些问题啊 所以后来这些夹体就慢慢都被淘汰掉 那后来衍生出新的一个材质叫盐水袋 盐水袋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柔软的膜 将生理石盐水包覆在里面 一旦这个膜如果不幸破裂 生理石盐水流出来 那就是被人体吸收 不会有任何不良的副作用 那盐水袋它本身呢 其实柔软度是相当软 可是它饱满度不够好 然后也容易有水波纹 那放在人体里的触感 其实会跟你实际的乳房的交界感比较明显 所以是比较容易摸得出夹体感 那相对它夹膜卵硕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那同样盐水袋其实它破裂的几率也是蛮高的 所以常常征医师会遇到一些人 就是可能一边盐水袋破了 就整个消掉 变成大小胸等等的问题 来找征医师重修 那在盐水袋使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以膜包入矽胶当夹体这个概念 其实一直都在 那很多科学家一直在进行研究去改良 后来呢我们把矽胶改良成比较像果冻状 也就是你膜破掉以后 矽胶不会流的到处都是 安全性大幅增加后 这样新的一代的果冻细胶就开始出现 那这个果冻细胶甲体在国外行之好几年以后 其实在2008年才正式开放进入台湾 那台湾一开始进入的 是我们一般看到圆盘型的果冻细胶光滑面 那随着时间呢 技术也慢慢进步 又有研发出一些不同新一代的果冻细胶 例如像是绒毛面水滴型等等 那到2019年呢台湾开放了一个更新一代的甲体 叫做摩滴 那摩滴它本身是一个奈米绒毛面 那百分之百填充 本身呢是属于号称不用按摩 也是进入台湾第一个说是不用按摩的甲体 这相对于过去就是熔乳就是要按摩 这个观念是一个大幅度的改变 那随着不用按摩的熔乳这些观念进入 其实大家对于熔乳的想法是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不是只要胸部大就好 大家追求的是更精细 就是我除了大以外 我要胸型好看 要生活品质好 可以不用一直去按摩它 那手术伤口要小 那要隐藏的好 手术过程呢 我们也现在都是利用内饰镜做一个精准玻璃 大幅的降低了感染 出血等等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减少 之后的夹磨出现的问题也会减少 所以以现今的熔乳技术来说 跟过去比起来是大幅的提升 那现在其实新的易乳真的推成初心 百家争鸣 大家应该都眼花缭乱 来到正医师的诊间 正医师第一件事其实会问你说 你未来有没有想要按摩 如果你可以接受按摩 那你的皮肤厚度够厚 又不会说很瘦的人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是选择 传统的曼陀光滑面 因为以手感来说 它大概是市面上最柔软的夹体 那再来就是进入你不愿意按摩的选择 不用按摩这些夹体 它整体统计起来夹磨软缩率 的确是比较低 再来首先正医师呢 可能会先看一下你的条件 你是属于皮肤特别薄 或特别瘦的这个族群的话 你第一个你得选择填充率高的 那填充率高比较常听到的这些产品 包括像是摩的一代二代女王波 这几种产品的选择 你可能可以先问问你说 你喜欢什么样手感 如果你喜欢比较像少女的书胸 比较Q弹的这种手感 那你可以选择摩的一代 它相对手感是比较Q弹 那如果你喜欢柔软的话 女王波和摩的二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柔软以外你又非常注重安全性 那这时候正医师就会推荐你选择摩的二代 因为摩第二代整体统计起来 它的夹膜乱缩率还是会比较低 后续你可能要做的一些基础的美胸按摩 还是会比较少 相对于女王波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是属于皮肤厚度厚 皮下脂肪层够厚 那又很追求柔软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 不用按摩夹体里面 饱满度稍低的柔低 它的柔软度也是相当好 对于这类族群是相当适合的 过去眼水袋其实常常会有破裂疑虑 那现在新的义乳其实非常不容易破裂 当然还是有极低极低的例外发生 没有这些例外发生 就是你甲体如果都没有破裂 也没有发生夹膜乱缩等等 基本上它就是跟着你 你不用特别去替换 那当然如果推荐出新的这些义乳 有新的甲体的手感 或是材质上你更喜欢 想要换新的也是没有问题 那其实现在的新的甲体 都是有提供一些保固的这个选择 那不同的公司有提供不同的选项 那像摩滴呢 它推出的是五年保险十年保固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十年内 有三四级以上的甲膜乱缩 那总公司会提供你一颗新的做置换 那五年的保险呢 是说五年内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除了你可以得到一颗新的甲体 它还会补助你手术费用 那另外像女王波啊 它本身也会提供十二年的甲体的保固 然后柔滴呢 本身也有十年的甲体保固 所以这些安全性 和后续的一些售后服务上 大家是可以相当安心的 那其实龙乳的尺寸跟价格 是没有相关性的 不是说你放越大就越贵 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 诉前评估和咨询 要帮你找到一个 你喜欢又适合你的甲体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用为了你 因为花了一笔钱 所以要放特别大的甲体 去做这种追求 反而是要选一个 你放起来会最好看的甲体 才是最好的 那其实真的会影响到 手术价格的并不是甲体的尺寸 而是你选的甲体的种类 再来是医师的技术 像现在如果有使用内饰镜熔乳等等 一些比较新的方式 可能费用会增加 再来整体你的诊所的配套 像它有没有合格的场所 然后额外花钱去请专业的麻醉科医师 以及术后的一些瘦后的服务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你手术的价格 那再来呢 如果你同时要做一些额外的项目 像是你想要顺修一下你的腹乳 或是想要做复合式熔乳 用一些自体脂肪 去把一些边缘感 或整个胸部的线条 塑形的更好看 这也会影响到整体熔乳的价格 如果大家对这支影片 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在下方 那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 在下方 我只是节输在这里 看起来 然后大家看到 有些确认 在 thé 这么个专门 meat 我 只是 authority veya 那 这 捍